大家好,歡迎收聽理事台,我是瘋仔 利物浦將會在星期日晚11點半,作客對著紐卡素 將會是一個非常嚴峻的考驗 亦是一場爭奪前世的重要戰役 希望明天可以做到直播,暫時還未確認 等明天下午的視頻再跟大家說明是否要做到九圍的直播旁述 如果可以的話,10點9或11點開始,看我準備成怎樣 說回今集的內容,主要是看高普賽前記者會更生雙兵的情況 沙拉去沙地阿拉伯的傳聞 還有會講及球會一向花錢賣人的限制 最後都會講下有關今場對手紐卡素的前瞻資料 首先都是講了雙兵的情況 第一個不是那麼好的消息就是 但是江拿迪現時好不可以出賭場都還未確認 周中一直都沒有參與操練 高普就說他有些肌肉受傷的問題 還要觀察一下才知道情況如何 而中一位置除了江拿迪之外 其實其他人都好像不太給大家信心 去打現在的3223的右中堅位置 因為要覆蓋的範圍要覆蓋的範圍非常大 跑動能力需要很高的要求 所以江拿迪一受傷就會令人很擔心後防的情況 而上星期對搬來茅夫的時候 因為觸畫受傷而提早被換出的阿力森達阿諾 賽後被人拍到要呼兵 以及走得不太順暢 不過高普今次確認他今場是可以後命的 周中官方的Inside Training片段 亦都見到阿力森達阿諾有和大隊一起操練 至於頭兩周都沒辦法列陣的中場 夏哥華監達娜和居迪斯總司 兩個今場都仍然未能踢 但高普就說他們兩個下星期一都已經準備好復操 之後應該可以幫忙舒緩一下中場緊缺的人手 至於巴迪迪的情況 高普就沒有提及到 上星期他是有份坐在對搬來茅夫的後備席 沒有份下場 但到了今星期的Inside Training片段 其實是見不到他的身影 不知道他今場可不可以出場了 不過剛才講及Inside Training片段 就見到一個久違了中場球員的身影 那個是現在20歲 上季愛借去到英冠暴力班流浪的泰拿摩頓 上季4月他腳步受傷之後一直缺操 季前熱身的階段都見不到他 現在終於在今星期的粗練片段看到他復操了 據聞他很大機會在轉會槍結束前會外借出去 已經收到幾間英冠球會的邀請 看看最後這幾天他是不是找到另一個外借的機會 講完雙兵的情況 就去到沙拿的轉會傳聞 自從斯朗去到沙地阿拉伯踢球之後 加上遊王們和政府見到卡塔爾世界報的成功 他們都想加入去搞足球這個戰團 大手買入球星 還要不止吸引到快速退役過高峰期的球星 有些仍然有力於歐洲球団作戰的強力球員 甚至乎有些潛力新星都走了去沙地阿拉伯 不過對於一個中東伊斯蘭教的世界來說 再多再多的球星其實都及不上身為埃及人的沙拿 集伊斯蘭教和中東地緣關係的頂級球星 對沙特聯來說是一個最大的號召力 所以沙拿吸引到他們的注意其實一點都不奇怪 不過8月初沙拿的經理人已經出過一個帖 就說如果沙拿今年是想走的話 他就不會去年和球會簽了三年的合約 所以他還想留下來繼續作戰 而情況來到最近 沙特球會伊提夏特又有新一輪的攻勢出現了 據報他們開出超過斯朗 甚至乎在全球最高新足球員的待遇 接近一億磅的年薪 即近乎二百萬磅的周身去吸引沙拿 亦都願意支付一億磅給利物浦去放銀走 因為他們就想在今年底沙特舉行的世界固境球會杯裡 所以就這麼想要人回去 他們的陣中其實都已經有賓斯瑪、法賓奴和簡迪 重心就想在12月底的時候 就挑戰歐聯冠軍的曼城 不過昨天的記者會裡面 高普就好斬釘截鐵地說不會賣走沙拿 他說現時球會就沒有收到任何報價 而就算收到都只是會拒絕 也有講到沙特聯的財力是非常強大 而且他們的轉匯槍是遲山過歐洲球壇 如果他們在9月1日後繼續向歐洲球壇出售 其實就會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而以我風仔自己的意見來說 今個夏天是無論如何都不會賣沙拿 即使他的盤樓過人和入球能力有所下跌 12碼也多了射失 但他在場上依然是很有效用 即使對本尼茅夫是踢得不好 但對車路士的時候其實是前場最有威脅的一個 除了射中微之外 也有一個助攻拿到回來 加上轉匯槍只剩下一個星期 中場本身已經不夠人 腳想要買人 但是已經露底的1億1千萬磅算會資金 會令到我們買人的價位很難去談 現在的狀況 即使我們再賣沙拿 可以收回1億或更多的錢都好 我們根本沒有時間去買替補人物回來 就算有都好 可能都是貴到跟沙拿的價格差不多 正中現在又沒有哪一個 真的可以很可靠地打到右翼位的球員 這個時彈點去買人 就真的好不智 除非你想幫Fsg賺錢 再加上好幸運 我們去年已經跟沙拿續了三年合約 現在還有兩年握手 根本就不急於在這個夏天買人 就算去到夏年 只要沙特聯還是有錢 其實沙拿這種伊斯蘭巨星的地位 依然會吸引到他們出手買人 到時我們就有整個夏天去買替補人選回來 甚至乎現在都可以穩定人 部署有什麼右翼可以替代沙拿 這樣的交接就會比較順暢一些 也可以代替錢回來 就不急於一時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當年我們都討論過很多 應不應高薪續約沙拿 那時候我已經說過 沙拿對於伊斯蘭和中東地區的影響力 是不可以看小的 幫忙在那些地區吸納了大量的利米 可能都是因為這樣 所以謝拉特、神軒、法崩盧、廢明盧、文尼等等 才會去到沙特聯那邊 是這麼搶手的 我想都有少少關係 或者當時談沙拿做不續約的時候 我們就沒有想過 還有轉售沙拿出去的價值 但是時以西逆了 現在沙拿這份三年的合約 就令到球會有機會發一筆還彩 又不用免費送個人去沙地 因為原本他今夏天 就應該完結了上一份合約 如果我們沒有續約 就真的直接免費送沙拿去中東那邊 所以我們賺到沙拿鐵多年之後 再賣人都還可以 完完全全拿回這份合約的價值回來 隨時這份交易就可以發揮到當年賣古天爐 巴塞隆拿的效應 又多了一筆錢去幫我們加速換血 而講到賣古天爐 其實高普記者會有段說話 是有講關於這份交易和我們買人資金的東西 高普就說當年我們靠賣走古天爐的操作 就換到兩個很出色的球員回來 分別就是雲迪克和艾利神 但正常來說 我們都是逐年逐年去更替改善我們的陣容 看回八年前的陣容 現在都是只有祖高美斯一個人還在 我們已經以我們的方式去做了很多事情 而由高普加入到現在 球會的方針一直以來都是自給自足 這件事從來都沒有改變過 當然這件事不是容易應付的 尤其當你要跟其他對手軍備競賽的時候 令到我們轉會交易上的容錯空間非常少 當然高普也很想改善陣容 但以他現時手上的東西去看 他知道有什麼球位是做得到 有什麼是做不到的 而這個結果往往都不是 就是盡於高普的意思 但都正如高普一直以來好好先生的形象 雖然剛才說了這麼多的事情 但他也有表明到他的工作不是來投訴 而是要帶著這隊球盡力踢好成績 以及會覺得轉會槍的完結 對他來說都算是一種解脫 始終轉會槍的結果 沒有可能滿足所有人 每個人都指著這個位置要賣 那個位置要賣 但有時傳聞出來的高普說 他甚至根本都不知道這是什麼人 高普就說到這樣 但究竟球會還有沒有意欲去填補中場的球員 以現在親利物浦那邊的記者說的風向 就說是會有的 但高普剛才那堆言論 其實就不太探討厚風 究竟他是想買還是不想買 看看最後一個星期的發展會是怎樣 最後幾天的轉會槍 始終都可以發生很多翻天覆地的改變 最後就是前瞻一下今週對紐卡蘇的比賽 經歷了游王的入主之後 紐卡蘇並沒有如外奸一樣 亂花錢去買球星 反而是買入了為數不少的 中上價位實用球員 再換上艾迪賀為這個 一樣是實用性高一點的領隊上任 紐卡蘇的成績就是慢慢提升上來 上季成功以第四名 衝線就取得了歐聯的參賽資格 今季再買入AC米蘭的 當拿里 李斯特城的哈菲班尼斯 修咸頓的利華民陶 這些都是一些中高價的潛力新星 其實隱瞞方向都幾次以前的我們 今季開幕戰對阿士東維拉的時候 紐卡蘇以5比1大勝了對手 上季維拉的表現一點都不失禮 但紐卡蘇在這場球中 相對上都踢得挺輕鬆的 前鋒伊薩克自從上季的大爆發之後 開幕戰又再梅開爾道 加上當拿里第一場球又入球了 表現亦都很出眾 將紐卡蘇本身較弱的中場位置 來了一個很明顯的提升 雖然上周對曼城作客 紐卡蘇就輸了1比0二回 但說真的對曼城輸球也是很正常的事 參考價值不算很大 唯一一個對他們很大影響的 就是中場的祖雅琳頓在這場比賽中受傷 不過艾迪赫維就說他的傷患不太嚴重 最近也開始復仇了 就有望港德及今場上陣 如果提人的話 紐卡蘇的中場會是 班奴基馬利斯、當拿里加上祖雅琳頓 這個中場組合其實真的不惹小 至於我們這邊 講真就開季兩場雖然拿到一勝一和 4分在聯賽入面不是差的成績 但表現絕對不突出 對車路士足足六十多分鐘的捱打局面 對班奈茅夫有先失波 今場作客去聖尖市公園 賽前說真的不是太大信心 不過有個轉變位 來到今週的比賽是值得令人期待可以看看 就是遠藤航的位置 上週後備落場 叫做準備不足之下 仍然都交到一些功課 今週被他操縱一個星期 聽信哪都會再有些效果做到出來 如果他可以打個正選的防中位置 麥卡利斯打就可以推上中場中 拍住蘇布斯麗 而加普亦可以推上前線用 這兩個球員 沒有再客串一個沒有禁熟識 以及發揮不到他們的位置 所以都期望在這樣的情況下 可以改善到球隊的表現 但當然都有不少的隱憂 例如遠藤航是否有能力應付得到 劉卡素的侵襲呢? 對方有伊薩克、艾米朗、 甘東尼哥頓、哈菲班尼斯等等高速球員 那些場傳反擊對我們後防的威脅其實都很大 若然沒有了干拿迪的話 我們都真的會很危險 整體的形勢之下 其實都難以看好我們會拿到分回去 唯一比較好看的就是對賽王籍 自從右王收購了劉卡素之後的近三季 六次的對賽中 我們是取得了四勝二和的不敗戰績 甚至乎近四場 即是近兩季的四次對賽 是全部都贏了 再數遠一點 由1718球季他們降完班 升上來英超計起 12次的對賽我們是拿到九勝三和的戰績 所以對賽王籍上我們是壓倒勝地佔優 就算上季我們實力上應該是比對手低的 但季初都有憑卡華路保時絕殺 2比1 以及2月的時候作客以0比2 雙殺了劉卡素 不知道這個王籍會不會讓我們有一點點的機會回來呢? 好了前置資料都差不多了 明晚11點半就記得留意著利物浦對著劉卡素的比賽 有沒有直播放鬆? 明天再通知大家 今集就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支持